那這條題目呢,下面就給了一條方程給我們啦 那這條方程有兩個根的 那我估計就叫第一個根做x1 第二個根做x2啦 那然後,我們這次的最終目的呢 就需要建構一條新的方程 那這就是這條題目的目的 那需要我們建構新的方程 那這條新的方程呢,這兩個根是什麼呢? 那這兩個根呢,就跟原本這一條方程的兩個根有關係的 那就是需要這兩個根的各自七次方 那一個七次方,還有第二個的七次方 那這條就是我們目的需要建構的方程了 那...我們需要建構方程呢 要做一條新的方程呢,那我需要兩個參數的 第一個呢,就是兩根哦 就是x1的七次方,加x2的七次方 那第二個呢,就是兩根積啦 就是x1的七次方,乘以x2的七次方的 7次方,sorry啊,寫錯了 那呢,下一步我們就要看看 究竟這些x1 7次加x2的7次啊 x1的7次和x2的7次相乘啊 那跟原本的x1,x2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們首先看看,嗯,原本的這一條式呢 那...既然都講到...講到明是兩根和和兩根積的關係 那當然走不掉的就是我們的偉達定理啦 偉達定理說的兩根和呢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 x1乘以x2,這一個數的七次方啊 那...即是... 負1的七次方 那... 所以這一塊呢,就等於... 負1啦 那我們一看呢,就知道我們最終目的要建構的那條方程呢 這兩個參數,我們已經有其中一個 那這條題目呢,就完成了一半啦 然後呢,我們就... 看一看究竟x1加x2這塊東西 怎樣可以升華到各自的x1的7次方 加x2的7次方 那我們就... 逐步來啦 第一步呢,我們要看一下x1的2次方 加x2的2次方,等於什麼啦 那這塊東西呢,就等於... x1加x2的平方 減2x1x2 那這個東西呢,就等於... 4加2的... 就是6啦 之後,x1的3次方 加x2的3次方 這塊東西呢,我們就等於... x1加x2的3次方 x2加x2 x2加x2 x2 x2 2次方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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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等於36-2 這塊東西等於34 那你看到二次方、三次方和四次方都有 那我們需不需要五次方呢? 其實不用的 因為我們的目的呢 最終目的呢 就是要建構一條x1的七次方加x2的七次方 其實我們已經有材料可以表達這個表達式 怎樣表達呢? 這塊東西等於 x1的四次方加x2的四次方 乘以x1的三次方加x2的三次方 那你看到三次方和四次方 之後就會有一個七次方 我們就會有少許多餘的 term 之後減回x1 x2的三次方 乘以x1加x2 那這一條式呢 就變成了等於 34乘以14加2 就等於478了 嗯 那我們就有兩個數了 這兩大個參數呢 一個就是 438 一個就是負1 那怎樣建構一條方程呢? 那我們就知道 新的一條方程呢 必定是這樣的 必定是這個 x平方 減兩根和 就是478了 再加兩根積 就是減1 那這個東西呢 等於0 那這個就是一般建構方程的方法 講多一次 就是x的平方 減兩根和 加兩根積 等於0 就是一般建構方程的這個方法 那所以這條題呢 得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x的平方 減478 減1 等於0 這個就是題目的答案了 那我們再看一條題目 這條題目呢 它又講到 我們原本有一條式 就是x的平方 減x加m 這塊東西等於0的 那這條式呢 它的兩個根呢 分別就叫A和B 那我們就要找 這一條expression 那它的value是什麼 那要找A和B呢 我們看一看 這個東西 有A的立方 加B的立方 那我想應該可以輕鬆地表達成 跟A加B有關 和A乘以B有關的 那如是者 這個也就是 又是另一條 偉達定理應用的題目了 我們提供A加B呢 用偉達定理的A加B 就是-B over A 那代入回到這條式 我們就會有 A加B等於1 A乘以B 就是C over A 也就是AM 那我們有了這兩個東西之後呢 就可以提供到這一條 algebraic expression 看看究竟這個value是什麼 那一開波 我們有A的立方 加B的立方 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A加B 整個東西的立方 減回多餘的那些 3 AB A加B 剩下第二塊呢 我們看到A3B 加AB3 那我們看到就可以抽出 一個AB出來的 抽了一組AB出來 我們就剩下 A平加B平 可以表達成A加B的平方 就選擇多餘的2AB 那還有第三塊呢 第三塊就是 加6 又有AB抽出來 AB的平方抽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剩下A加B了 那接著就很輕鬆了 就代回A加B等於1 AB下去 AB等於M 全部落在整條式那裡 那最後呢 我們就會有 1 的三次方 減3M 這個東西乘以1 1 加3M 1 的平方 減2M 加6M 的平方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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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然後呢 我們當然就要進行一些化鹹 減1 那我們搞定之後呢 就會有一 減3M 減2M 加3M 那這個便是減6M的平方 再加這個6M的平方 那發覺呢 有東西可以約的 那那就正乎3M 那正乎6M的平方 那整個東西呢 最後就會得出 1